李铁宣布最新决定 李皮重返国足悬念解晓 12强赛上演绝地反击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来手 那么在视频的开头呢 还是有劳各位球迷朋友呢 能够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能够给胖周的这条视频点点赞 先点赞 再观看 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中国男足在两年败之后 主教练李铁也是宣布了一个最新的决定 那么也将会决定了国足我们未来的命运 那么不可否认 国足在第二场12强赛中啊 我们是再度的败北 输给了日本 那么小组赛前两场比赛 先输澳大利亚 再输日本两场比赛丢了四个球 一球未尽 甚至我们一次打中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都没有 这确实让广大的球迷难以接受 这样一个惨大的成绩之下 也让李铁背负了很大的下课的压力 能够看出啊 李铁在很多的用人上的固执 确实呢成为了这一次国足 在两连败之后的一个短板 那么通过日本这场比赛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能够看出李铁他的固执 确实广大球迷质疑他 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呢 就我们打日本这场比赛 下半场我们派出了四大规划 那么这样一个配置 也是直接性的把这支亚洲最顶级的日本队 给压到了半场 对吧 我们压着日本打 但是呢我们能够换个角度想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给这些四名规划球员 更多的出场时间的话 是不是我们国足能够在更多的时间内 占据这场上的主动权呢 我们是不是这场比赛 就有机会去拿到一分 或许我们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但是呢 李铁从第一场比赛打澳大利亚 我全场只用了两名规划 到这场打日本 我到最后时刻才换上了另外两名规划 那么李铁给规划球员的时间太少 已经成为了国足我们最终遭遇两年败 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国足的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确实是堪称亚洲四流的水准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亚洲四流水准的表现之下 李铁也难免背上了一个下课的一个呼声 那么大家也都希望 国足能够品请一个像李铁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帅 能够重新执掌国足教编 为什么大家希望李铁回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重新找一个新的外籍的教练来 他可能来了之后 连球员的名字他都不认识 所以说那届时 他可能对这只国足非常的陌生 不利于快速的融入国足 所以说大家认为 李铁此前常年执教国足 执教中超的球队 他对于中国足球特别熟悉 如果说他能够回归国足的话 可以无缝衔接率领国足在后期打响一个反击战 但是呢要知道李皮能否回归 还得看李铁他是否辞职 以及足协是否考虑换帅 那么就目前来看 在李铁遭遇了两年败 赛后输给日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他也是亲口的宣布了自己一个最新的决定 他的这个决定 也就间接的暗含着自己不会下课 什么的 那也就表示 是吧 他说未来我们中国足球的国足这个位置 他的教练员 必须要由中国的教练员来承担 因为只有中国的教练能够做成这个事 我们中国足球的事 就应该由中国的教练来做 那么很显然 通过李铁在这样一个两年败之后 敢于发出这样的声音 正是意味着他内心很清楚 这个时候他获得了足协的支持 顶力支持 对吧 他不会下课 即使是两年败 他也不会下课 那么这个时候在足协信任支持他的同时 那么他自己也不会主动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 贸然的宣布自己辞职 对吧 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以说他最终选择继续带队下去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信号 就能够看出 李铁对于接下来的比赛 是一切都在他的把握之中的 对吧 前两场比赛 打澳大利亚 打日本 可能我们换个世界顶级名帅来看的话 他也未必能够击败这两支球队 李皮来了也未必行 对吧 所以说呢 一切都在李铁的计划之中 接下来打越南 或许才是我们真正吹响 反击号角的第一战 这是一个转折之战 李铁也早已经计划好了 要全取三分 那么当李铁在接下来率队 击败了越南之后 拿到三分 也算是能够上演一个绝地大反击 接下来我们打沙特 打阿曼 也都有报 继续的去扩大战果 那么所以说通过李铁 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一次正式的摊牌 也就正式的揭晓了 李铁冲返国足执教的 这样一个悬念 是已经不可能了 李铁不可能回来了 起码在目前的12强赛 是不能回来了 我们也期待着国足 能够在李铁的战争之下 快速地找回我们的自信心 能够重新地走回正轨 我们也近乎加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些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到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二听这边听 聊多少球 绝对